《罗宁男》节目组青莱和成员们脸相像的人,精简率版刘在溪和光珠富之人。 雷这一集实在是太好笑了,小编大推还没看的人赶快去看了!相似度起码80%以上,有一组是零XD。 5-20播出这一集《罗宁男》是更换掉年龄告知的预告影片,结果还和胜出,节目组也决定采用他的提案,找来所有和成员们相像的人,一组比一组惊人啊! 还和母亲,还和妈妈的个性真的非常可爱,趁这个机会还当了一下特邀MC,每次还和只要一半女装,就会变成妈妈本人呢! 刘在溪和徐芝士主演过多部日剧帅气的男主角,虽然刘在溪在小编心中已经是非常帅的男人了,但假如说真的在场的帅一点,应该就是徐芝士正样吧! 这一组还要再加上比个棒的大成,三人站在一起根本是三兄弟啊! 可爱达达达还说自己是第一次参加《罗宁男》,跟金中国斗嘴的模样也很好笑,两人私下真的很舒暗! 池西辰和赵悠中一出长打招呼的声音就跟王鼻子大哥超像,两人都有大鼻子,还故意戴了不同款眼镜,但还是超级像! 宋志孝和亲弟弟,弟弟签成文又来了!这个也是经过认证,一家人都长得又美又帅,基因很强大啊!姐弟俩自然的互动也是本集的一大看点! 全招民和韩民官,小编还以为正由美会出现,结果出场的是搞笑艺人民官,最后节目组还是走搞笑路线XDDD,两人的笑言有向导! 李光珠和韩基范,真的是一直被成员们挖在嘴边的人物,说了好几年终于被请来的篮球选手韩基范,一登场简直是让全场震惊,比光珠的爸爸还要像,光珠还说从小学就一直被说很像了! 梁石灿和李宗贺,这一组则是找不到任何一处相像的地方,一出来大家也傻眼,李宗贺很帅气地说,只是因为有时间所以就来了! 现场听完瞬间爆笑! 字幕志愿者 李宗贺